看完电影洗个澡,舒舒服服睡一觉 欢迎各位小主与梁颖先锋 以及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 韩版水壶传的电影《群道》 故事发生在古代棒子国末年 赤道理乱妖念横行民不聊生 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不堪重负的穷苦人家 逃入深山落草为寇 他们成立了一个山贼团 专门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阿润是当地的贵族子弟 不仅容貌俊美,武艺还特别高强 善用各种武器,是一位有谋略的人才 但是他的生母却是一位明记 因为母亲身份卑微 他在自己八岁时才见到了生父 明记之子的他备受讽刺和冷落 不久后家里的大夫人也生下一个儿子 自从阿润有了弟弟以后 父亲对他的关爱更少了 从那时起,阿润便心生胆意 变得冷酷无情 他想要悄悄用被子 无死弟弟却被大夫人所发现 大夫人将阿润的生母给杀了 阿润也被赶出家门 十几年后 阿润的弟弟意外暴毙而亡 大夫人也因此晕死过去 父亲便将阿润接回家中 石头是一名身份低贱的屠夫 他每天都会往阿润的府上送猪肉 这天,阿润派人找来了石头 想要让他像宰畜生一样去杀一个女子 晚上,当石头拿着一把杀猪刀去杀女子时 却看到女子已经怀孕在身 一时下不了手便离开了 原来这个怀孕的女子是阿润的弟妹 弟弟的后代威胁到阿润继承家业 他才下此毒手 石头的密杀失败导致家人惨遭遇害 让石头一家人葬身火海 而石头在不幸中活了下来 石头看着自己的家人被烧成了炭灰 顿时心中燃起熊熊烈火 他拿起自己的杀猪刀就要去找阿润报仇 当石头再砍死了两个小喽啰之后 阿润出现用他的扇子三两下就制服了石头 晚上当阿润让手下灭了石头的口时 山贼团的马胖子和他的两个兄弟出手就下了石头 马胖子把他带到了山贼团 而阿润的弟妹也被带到了这个山上 石头也加入了他们这个大家庭 他剔成了光头 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仇恨 还养成了一个割掉坏人发际的坏习惯 阿润的弟妹也在这里平安产下一子 之后弟妹任务完成就领了盒饭 而阿润的地主顺利也逐渐增强 他跟当地的大官勾结在一起 欺压良民霸占土地为非作歹 让这里所有的农户都成为了他的奴隶 山贼团的兄弟们决定替天行道 想要一起去设计捉拿阿润和大官 他们先充当大官来到当地的官府取得信任 然后石头再拿着他的两把杀猪刀找到阿润 石头故意告诉阿润 他的弟妹产下一子之事激起他的愤怒 接着再将阿润诱骗出府 来到他们提前埋伏好的地方 山贼团的其他兄弟 则将阿润府上的粮食全部发给难民 当阿润被山贼团的兄弟围攻时 他却不以为然 因为阿润无意高强啊 他不仅让石头身受重伤 还将山贼团头领一箭杀害 随后阿润为了泄愤决定清扫山贼团 他先用火力攻击 然后又对山贼团进行了大屠杀 阿润身上的一缕青衣显得格外抢眼 简直不要太帅啊 他从山贼图里抢走了他的侄子 然后杀光了这里的所有人 将妇女和其他孩子全部带走了 石头因为在别处疗伤得以躲过一命 阿润将侄子带回了家 他看到父亲对侄子疼爱有加 却健备着自己 阿润愤怒至极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但仍不忍心对自己的侄子下手 当官府要对山贼团俘虏处以死刑时 石头推着巨型手摇枪对官兵进行扫射 子弹不一会儿就被石头给挥霍完了 他便掏出两把杀猪刀 与官兵进行肉搏 顿时在场的所有民众也开始与官兵厮杀 他们一起找到阿润府上 石头不想伤尽无辜 便将阿润引到了竹林里 在竹林里 阿润的长剑就没有优势了 石头绣起他的两把杀猪刀碾压阿润之上 两人打得你死我活不想上下 当石头的刀要砍向阿润手里的侄子时 阿润在一念善意间 为救怀里的小侄子被石头一刀划破咽喉 原来阿润的心灵还是很柔软的嘛 之后阿润又被紧跟赶来的民众 从背后捕了一刀 让阿润彻底领了盒饭 石头则带着阿润的侄子 在夕阳下侧马扬鞭 过着行侠仗义的快乐生活 全片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就是阿润了 一把剑一吸素衣 寡言少语杀人如麻 净显殷柔之气 尤其是结尾竹林大战 残暴又悲情才是最抓观众心的 像江东元这样的反派 又怎么能让人狠得起来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咱们就想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评断人生 我是辽允先锋 又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